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蔡总统事先知道大陆要发射卫星 网友嘲讽说打孔中牌却落了国际笑话 只好推国防部出来背黑锅吗 大陆九号成功发射探测卫星上太空 欧洲太空总署公开欢庆恭贺 反观台湾却连发空袭警报 吓坏台湾百姓 国安人员对平面媒体透露 发警报是国防部的单独决策 不是总统授意 但也透露 蔡总统其实事前就窒息对外要发射卫星 而这黑锅国防部一肩扛起 但回头看发警报的第一时刻 发警报若真是蔡总统意料之外 为何他第一时间毫不惊讶 而对乱发警报也毫不生气 还是要介绍说总统在这里别担心 欧洲都觉得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表现 那我们就把它当成好像要来打台湾 我是觉得跟选举都有关系的 不可能没关系 蔡英文不要忘了 蔡英文是三军统帅 你怎么逃得了责任 你们事先都不知道 我才不相信 只是事后想要规避责任 想要逃避责任 想要摆脱责任 就都推给国防部 国防部多倒霉 真的变成戴罪羔羊 把卫星当飛弹发空袭警报 真的是丢脸丢到国际吗 国防部原本说 因为卫星偏离轨道会有危险 但欧洲太空总署打脸 而哈佛天文专家麦道威也说 卫星高度相当于太空战事 台湾过度反应 其实每天都有卫星会飞越台湾 甚至连外媒纽约时报都批评 卫星来了就发警报 是台湾乱了套 而网友就嘲讽 是连被国际打中了 赶快找人来背锅吗 而飞弹来国防部都不敢发警报 省前他却敢自己乱发卫星警报 你相信吗 大陆去年发射了六十几次的卫星 这次的卫星高度是五百公里 一百公里以外就是太空了 五百公里是非常高的 对台湾其实没有任何的威胁 没有任何的威胁都没有 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发警报 没想到这出了一个大笑话 而且是国际级的大笑话 跨国的太空的科学研究 你把它当作飞弹 代表中国大陆 联合欧盟的国家 一起对台湾打飞弹大家 齐声炮轰民进党政府 原来他以为可以作造成为 两千零四人阿扁的那两颗子弹 结果现在话服不成反内权 真的丢人丢死人了 过去总统大学冒出两颗子弹 陈齐文如今选举 直接把卫星当飞弹 恐怕警报 在世界再度创下奇迹 大陆和欧盟前天发射了卫星 但是被我们的政府当成了 类飞弹吗 因为狂发这样的一个警报 iPhone难道是在制造恐光 戒选吗 好 现在国防部一肩扛起了责任 好 那么国安人士就说了 这个发警报呢 其实是国防部单独做的决策 警报发布之后呢 立刻通报了国安高层和总统 总统事前就知悉要发射卫星 可是他在跑行程当下的时候 才得知发了警报啊 好 国防部的发言人孙立芳也出来说 他说是工作部的指挥官判断 有必要要来发警报 那么也曾经向这个国防部长 邱国震来回报 决策层级最高只有到国防部长 总统府没有涉入啊 现在呢 是不是在这边赶紧呢 先划下了一个停损点呢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过去整个事发的经过啊 好 当时呢 其实呢 大陆是在下午的3点03分的时候 发射卫星 而国防部说是3点4分的时候 就争获了动态 接下来有13分钟的时间 他们在发布警报之前 有通报了总统 但是这个决策过程是什么呢 打个问号 好了 到了4点15分的时候 国防部就已经出面 为了他们的英文用语 十五而道歉了 因为很夸张啊 Satellite卫星竟然呢 是用missile飞弹发出去 当时很多的外国媒体记者 可是被吓了一大跳啊 好 国防部到了晚上8点10分的时候 还发了影片来试疑 到了11点25分的时候 总统府赶紧出来定调 说排除有任何的政治企图 是不是因为发现舆论风向不大对劲 要赶紧出来止血了吗 好 府方人士说 国防部是争取时效来发布通报 这跟政治跟选举都没有关系 好 现在指控说是总统借选 这样是很不负责任的 问题是啊 就像网友质疑的 当初啊 飞弹飞过头顶 东风导弹经过的时候 都不敢发警报 结果现在一颗卫星飞过去 国防部好大的胆子 自己发了警报 不奇怪吗 好 隔壁沉进人说 国防部果断做出了决定 有心人士却贴上了 借选操弄这个选举的标签 他说很不公不义 不负责任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科学家的看法 美国呢 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的学者 他就出来说话 他说啊 其实助推的火箭是落在了大陆 飞越台湾上空的时候 这个高度已经是相当于是 国际太空站的高度了 早就已经越过了大陆海岸之前 就已经进入到了轨道上了 每天都有很多的卫星飞越台湾 他认为台湾这次真的是反应过度了 好 赵浩康也说 蔡英文是三军头帅 事前都不知情吗 这只是想把责任推给国防部吧 国防部很倒霉 变成了戴罪羔羊 大家都有印象啊 蔡英文总统第一时间 非常的淡定有没有 然后呢 他甚至是还说总统跟大家站在一起 还坚持继续跑行程呢 所以郭正亮就说啦 吴玉鼎之下 接到了飞弹的空袭警报 总统怎么可能还可以这么淡定 这反应让人更觉得 要么是国安处理不及格 不然呢 就是根本在演戏 把老百姓当成是傻瓜嘛 德委委员认为是哪一种 应该这样讲 当时发这个警报 国家级警报的时候 其实我正在跟陈建仁做相关高端的质询 那我下台 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我没有看到 等我下台以后看到手机 是换另外一位民进党的立委上去质询 然后他就问他说 中共发射了相关的火箭 飞弹 那你怎么看 然后陈建仁第一时间就反应说什么 陈建仁说 你看中共又在戒选 企图影响台湾的大选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悲哀 我们对比一下 台湾过去在2004年 当时两颗子弹是民进党的招数 让当时原本国民党的连颂配 有机会可以胜选 但是过了20年以后 现在民进党竟然用所谓的一颗飞弹 真的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离谱 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现在陈建仁又说 说为什么不谴责中共 我们回头看一下 2004年当时的两颗子弹 要是大家还记得的话 当时邱毅人在记者会里面 讲到这两颗子弹 有诡异的微笑 而现在2024年 我们同样的看到蔡英文总统 看到了相关的讯息的时候 她也是会心的一笑 仿佛非常的满意 只是可能后来风向变了 不管是英文写得太糟糕 或者是让大家觉得 你又在打所谓的孔中牌 所以这个时候总统府才跳出来澄清 说没有所谓政治的意图 但是第一时间 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的报告 我们在立法院跟陈建仁的质询当中 陈建仁非常的明白 不管是针对民进党立委的问题回答 或者是国民党立委问题的回答 他都说这是中共又想企图 影响台湾的选举 而最后自己被打脸 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这件事情 其实1月7号 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公布 相关卫星发射的时程 而且讲述了 这里面是跟欧洲 有某一种程度的合作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连蔡英文原本都知道 那为什么旧事国防部不知道呢 而在这个部分里面让大家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什么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搞不清楚 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离谱 这件事情我想我自己有很多好朋友 这一段文字里面有人看中文解读错误 很多在台北的外国人以及外国记者 包含我自己的好朋友 他的小孩读美国学校 他们都说搞的学校乱七八糟 大家看到飞弹来袭 而且是空袭 大家非常的害怕 认为是不是应该需要去找防空洞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行政院长 都还是老神在在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真的让大家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三军统帅 你现在出了事把责任都推给了国防部 推给了空军 我觉得是完全不及格的一个三军统帅 对 事实上其实有人注意到一点猫腻 那是什么呢 就是民进党政府当中 国防部其实是非常少数 坚持依照宪法架构 称呼对岸叫做中共或是中国大陆的部会 而他们每天发布的共军动态 也不会使用中国这两个字 可是这一次的警报上 是直接使用了中国这个字眼 所以这个简讯真的是国防部发出来的吗 还是说这你搞的单位 可能不是出自于军方之手呢 德勇员你怎么看 对 所以在这边让大家非常奇怪 假如这个简讯是来自于外交部的话 我是完全不亚议 大家在立法院可以看到每一个部会给立法委员的报告 而在这里面 基本上外交部的报告从来不提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整本的报告里面你只看得到台湾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中华民国 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这一份报告 这个时候有中华民国四个字 另外一个就是它相关的内容 是我们中华民国跟外国要签订条约和合约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出现中华民国 否则不会 但是国防部完全不同 国防部基本上是遵循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 所以在这里面 他要不然就称大陆 要不然就称中国大陆 而在这一段我们大家看这一段文字里面 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什么 直接写到中国 而且在英文的部分里面 我想这一点也不用我讲太多 连自己民进党的口译歌 甚或其他的人也出来批评 所以我觉得这边让大家真的直接的怀疑 假如今天这个新闻出来了 让大家觉得哎呀 中国大陆老共又在搞台湾 让大家觉得很烦的时候 他想要获取相关的利益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后来适得其反了以后 反而这现在就变成是国防部跟空军 出来背黑锅 但是假如如同2004年两颗子弹 这个风吹起来的话 那请问倒霉的国民党 倒霉的侯赵佩 侯康佩 那是不是就所有的委屈 都得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吞呢 所以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国家级的警报 怎么会错把卫星当成了导弹 来发空袭警报呢 真的是发空袭警报 因为英文上面写的是空袭警报 所以外国媒体就狂酸说 台湾简直是乱了套 现在除了国防部扛下责任之外 民进党跟陈建仁革盔就出来炮轰 说你们这些人操作借选 这样的说法是不公不义的 可是2022年的时候 大家都还记得裴洛西来台湾 当时酿成了导弹可是真真正正 飞越了台湾的上空啊 当然也是在大气层 可是传出了国安高层 当时是不准军方发布警报的哦 事实上大家确实也没有收到警报嘛 是日本的新闻 大家才知道原来发生了这么一回事 好了 如果当时连飞弹飞过我们的头顶的时候 民进党呢 竟然都没有让国防部发布警报 那军方这一次 竟然胆敢擅自在选举之前 自作主张乱发卫星通过的警报 这真的有可能吗 卫文哥怎么看 这个 我非常的这个佩服大陆的这个科技 他们整个国力啊 这几年非常的进步 但我们的这个太空的这些实力 实在是远远不如人家 所以很丢脸啊 20年前30年前 你不会去讨论大陆的这个太空的这些科技 他们就如同刚刚赵先生在这个访问讲的 他们平均一个礼拜会发射一个卫星 平均一个礼拜一个 那我们呢 好 我跟各位讲去年的四月 因为麦卡锡的事件啊 那时候蔡同总过境美国跟麦卡锡见面 麦卡锡已经下台了 当时大陆也是发射一个卫星 哇 自由时报 大力吹捧 说是顾立雄运筹帷幄 联络日本南韩 然后逼着大陆怎样怎样 就写了一大篇啊 好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说 不过就是个卫星吗 又不是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为什么自由时报这样子捧场顾立雄啊 那顾立雄当国安会的秘书长 我是心惊胆跳啊 因为怎么会派一个律师去当 那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你看这个蔡总统身边的人 这个叫做国安人士啊 出来带风向 要把这个东西全部定调 都推给国防部去扛啊 好 那我觉得国防部呢 这个我也不同情他啦 因为我对我们基层的国防的弟兄 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敬佩跟支持 但是国防部有少数惨媚逢引的人 是配合蔡政府跟这个国安人士在演出的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没错 我们看这个当初这个简讯 这大家都有收到 它上面就真的是写中国啊 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可是怎么会 怎么国防部怎么会讲中国呢 这个 其实这个是国防部的网站 你去看他都讲中共 他不会讲大陆 他都讲中共 这个是防空识别区的中共解放军 这个网站上面都是一样 你看后来国防部的新闻稿 国防部的新闻稿也开始写中共了 所以他是言必称中共啊 那怎么会在这边写中国 这立刻就穿帮了啊 那另外一个穿帮的是蔡总统 这是在去年的12月啊 很遗憾的 我们的潜舰发生的意外 当天蔡总统在高雄辅选 那他的动作是什么呢 蔡总统立刻停止辅选去左营 左营是我们的海军基地 你看蔡总统的这个围安车队 这个开到我们这个左营 立刻去关注这个潜舰的意外 那你看这个卫星的这一天呢 蔡总统刚好又在高雄辅选 好巧不巧又在高雄 他的动作是什么呢 很淡定的面对啊 还叫大家不要怕 蔡总统说这个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总统再也不用怕 其实这个讲话刚好是颠倒的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你跟总统在一起是最危险的 不管是这个斩首的行动 或是第五纵队 你跟总统在旁边 这还得了呢 所以你看这个非常的离谱 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竟然查了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麻将都打好几将了 他还在查 然后三更半月 晚上十一点发新闻稿 是大忌啊 晚上十一点发新闻稿 你发生什么事情 他晚上十一点告诉说没事 各位观众朋友 我的结论很简单 我严厉的谴责蔡总统 因为我不会去怪国防部 外行的人才在怪国防部 你看这个夺外行 那个德卫兄 你叫国防部长下台干嘛 邱部长是内阁官员 因为难得值得敬佩的 不要叫 我问大家 这很简单 这个卫星已经飞过我们台湾八分钟了 你传简讯来干嘛 这不就应验我们台语讲那句吗 你火车过来 你噴鼻子 他已经飞走了啦 他飞得又高又远 他飞走的你传简讯来干嘛 怎么可以用澳部在选举呢 那我呼应刚刚德卫兄讲的 各位观众朋友 礼拜六要投票啦 再两天要投 我们四年才投一次啦 那德卫兄 国民党这位街大使 郑元兄 我们应该是把这个事情 转化为在选票上的攻防嘛 民进党都摆明了跟你用澳波 你还让民进党赢 这讲得过去吗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说你让赖清德当选呢 他是危险的朋友 是美国的危险朋友 你如果让赖清德当选的话 未来四年怎么办呢 就很简单嘛 这个不是信不信任习近平的问题 马英九那八年是坐下来谈 蔡总统这八年是鸡飞狗跳 观众朋友你喜欢哪一种 你自己决定 不过事实上呢 大陆发射的这个叫做 爱因斯坦探真卫星呢 是和欧盟合作的 而且是要去探测黑洞的 所以啦 他成功登上轨道 欧洲太空总署 也发了恭贺来庆祝 结果反观我们竟然把人家 当成是飞弹 还发了空袭警报 绿营跟军方解释说啊 是因为呢 发现这个卫星的火箭 轨道偏离了 怕会发生意外 才要提醒大家 我们从国防部发布的路径图 确实显示这个轨道 是偏离了超过100公里 可是奇怪的是 这欧洲太空总署 却宣布这一枚卫星 已经成功的进入轨道 而且呢 我们上网就可以查询到 这颗卫星 在地球上空的及时位置 所以啦 我们说人家的这个卫星 是偏离轨道了 是失败的 是我们发了国家级的警报 结果呢 我们变成了世界级的独家呀 因为别人都说 人家是正常的 进入到了轨道 不是吗 好 这个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的 天文学家就说了 其实搭载卫星的助推火箭 早就已经掉落在大陆境内的 那么卫星飞越 我们的这个上空的时候 高度早就已经相当于是 国际太空站这么高了 而且已经进入了轨道 所以他直言 每天都有卫星经过呀 这一次台湾 恐怕是过度反应了 这算是误判呢 还是压根就是为了选举 在催票的一种精准判断呢 这个大使怎么看 这个事件就是一个 如果从这个发警报来讲 看起来就是一个大乌龙 可是呢 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乌龙 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戒选 就是把国防部 他也变成民进党的这个怎么讲 这个竞选的 所谓的大陆戒选 这个他竞选主轴的一个 一个怎么样 一个背书 不过这个作业实在是 非常的怎么样 非常的荒谬 所以事实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台湾事情很少上媒体 可是这件事情 国际媒体通通显著的标题 来怎么样 来报道 你知道他们都标题 报道还算蛮正确的 他说大陆发射人造卫星 台湾发布空袭警报 就是说你要比较 知识水准比较高社会 看人造卫星 你发射什么空袭警报 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荒谬的 他没有做这个 所谓的严厉的批评 可是这个标题一做 大家就说 你这个台湾就是在怎么样 搞政治竞选的奥博 就已经就是这样讲了 那这个人造卫星说实话 尤其欧洲人觉得不是卫刀 你们台湾这样子搞 这个民进党数值太低了 因为这颗卫星 爱因斯坦探政卫星 是大陆的中国科学院 跟欧洲太空树 合作的一个产品 那么是双方的一个科技合作的项目 所以欧洲对这件事情撩如之掌 怎么会欧洲跟大陆合作的东西 变成什么 对台湾产生空袭 然后他以为大家都看不懂英文 就用missile来 这个飞弹来形容 飞弹袭台来形容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发射人造卫星 那更让人觉得 民进党这个政府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一群素质极低的 蔡英文的表现 跟陈建仁的反应 还有一位先生更荒谬 那位先生姓吴 他是有名的断教部长 那他在开会的时候 正好人家说 那个警报响 他一看以后 他说大陆发射人造卫星 他说没事啦 他飞到越南去了 当众讲说飞越南 下面他用英文讲 下面很多外国人坐下面 人家会想你们这个政府 到底在干什么 你这个内部是一团招 这种政府 吴昭燮是清白的 吴昭燮可见他没有参与 要不然的话 说实话 我想他回去要被这个蔡英文 狠狠地抓起来 这样子算清白的意思 听懂了 三娘教旨一下 所以最可恶的就是用这种 国家的这种机关的名称 来戒选 然后让这个行政部门 在这个选举中 无法保持中立 我觉得这是破坏国家体制 而且是公器私用 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谴责的 政府乱发了一个空袭 这样的一个 飞弹飞越我们头顶的警报 当然造成了不少人的恐慌 网友就狂算说 其实不是什么飞弹飞越台湾 其实是芒果干飞越了台湾 总统府表示 蔡总统说 他跟大家站在一起 这是要传达政府会适当的处置 来协助提供正确的讯息 因此说总统借选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选举语言 国防部的副部长博鸿辉 他还动怒开枪说 这个借选的标签太不公平了 这会让指挥官做不下去 可是我们看到 从选战开打以来 其实民进党是 言必成大陆借选 里长到大陆旅游 就是大陆借选 然后这个包括了 有民众 包括了甚至是 发生了不幸的家庭 出来说他们反废死 结果赖清德说 这个是大陆借选 然后民进党 一直要大家小心借选 不是吗 结果现在大家 真的提高警觉了 这个时候绿营就贴你一个标签 说你这样讲是不公不义 蔡委员怎么看 是不是借选 我们很简单的来推理一下 如果我们的国军水平非常低 数值比于将军还要低的话 就是会发这种简讯 为什么这个数值很低呢 可以做证据 因为我们的铺路爪明明知道 这是从卫星发射中心发出来的 不是导弹基地 导弹基地跟卫星发射中心 有什么区别 卫星发射中心会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发射台 但是导弹发射基地没有 导弹发射基地 要么在地底下发出来 要么就推出导弹车出来发射 没有人会搞一个这么大的发射架 等到敌方来攻击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军事常识 那我们国军如果这一点 都没有办法判断的话 表示水平真的很低 比于将军还低 可是我想不对啊 我们国军每一年花那么多钱 而且我们都还送到国外去 他怎么可能连卫星发射台 跟导弹发射基地的发射设备 都分不清楚 如果真的这样不太危险了吗 那我认为应该不是 那不是为什么发射这种简讯 理由很简单 就是国安会 因为上一次国军说 哎呀 飞弹经过总统府 我们要赶紧发射国家级警报 空袭警报 Air ray alert 就这一次不但没有发射警告 而且是什么 是卫星来我们发射 我老天爷啊 明明知道我们的国军将领数值非常的高 能够很简单的分辨卫星发射基地 跟导弹发射基地的不同 那为什么会发这个 一定国安会指示他发的 上一次不准他发 这一次指示他发 那什么意思 很简单 就是要戒选 而且发这个简讯不用花钱 是民间的电讯公司发钱 有人说接到了7000通 那表示他至少一个电话发了7通 一个电话发了7通 有人收到2通 有人收到3通 因为是接收的问题 但至少发7通 台湾有1200万只手机 就总共发了多少 发了将近8000万的新台币 就是为了发这个简讯 哇 是凯这个电信公司 是凯啊 然后来发这个戒选 提高警觉 中共要攻打台湾 你们要抗中保台 你们要维护台湾 所以要求绿营的什么 出来投票 这是标准的一个吹票动作 这个就是什么 国安会戒选 然后推给国防部 这个推理是很正常的 那因为国安会 都是素质很差的人 像刚才那个慧文所批评的顾立雄 孤立雄到香港去打官司 还被很多人认为 他英文有过烂 不到不够资格到香港 打英语官司的一个一号人物 他还能管台湾的外交跟国防 那管外交跟国防 哇 还跟美国打交道 那他国安会底下人的素质 更可想而知啊 只有这种人会禁止什么 禁止这个国军 发那个飞弹的简讯 然后要求国军发卫星的简讯 因为国安会连卫星跟飞弹都分不清楚 以为全世界都很好骗 没想到这一次歪裸啦 骗不成啦 这就是证据啊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说总统戒选 国安会戒选 这个说法在逻辑上一定可以成立的 你看总统那开心的样子 一副轨迹得逞的样子 笑得那么开心 不像陈建仁那么紧张 还有那个吴钊仙那么紧张 他一点紧张都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辉文的判断是 非常英明又正确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